我們有一個很奇幻的衝過黑埋 我們會有一個儀式衝過黑埋 要有南天白雲在線 靠近一點 謝謝 我們都是從台中彰化雲林 然後台南的夥伴 我們總共有30個團體 我們總共有30個團體 來稱四世的高雄遊行 所以我們今天是來自中南部的 通路重災區的不同的 先拍個定格 那各位的臉 我們的口罩也是限量版的設計 對 是我們有限量版的設計 的兒童口罩 是有意涵的 有那個抗空煙 就是反空煙抗軟化的意涵 我們今天要來我們新的訴求是 希望我們要張子敬署長立刻下台 這是我們的追加的那個立即的新的行動訴求 我們來 PM2.5報復性崩壞 PM2.5報復性崩壞 張子敬怠惰最佳一等 張子敬怠惰最佳一等 PM2.5報復性崩壞 張子敬怠惰最佳一等 臺灣減探不利 臺灣減探不利 紫敬 cannot help 臺灣減探不利 臺灣減探不利 紫敬 cannot help 紫敬 cannot help 史上最不適任團署長 史上最不適任團署長 中南部孩子沒有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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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平報復性惡化 南部孩子誰來保護 四四高雄 守護孩童 四四高雄 守護孩童 好 我們要透過對不對 對 我們再試試當天 好 要用臺灣減探盤 然後進到游未來 然後我們找回 我們剛進 找回南接 然後我們來 好 好 我們會有 我們要喊 這個我們這一次的 主要的主題 你們要抓 你們等一下好抓住 底下那個球 因為你 出貨之後裡面還有一顆球 是藍色的 好 所以你們要抓住 下面那一顆球 所以抽不要 直接抽 有點斜 對 最上天要抽上面 你看好 你們就是把它抽破 那邊有圖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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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兩個都抽破 兩個都有空間 都有空間 他們有健康 好 最上天 在同時 好 我們要預演 我們四月四號會 在高雄的遊行裡面 重要的儀式 我們這一次的主題 台湾零探牌 依娜有未來 張子晉下台 再一次 台灣零探牌 依娜有未來 張子晉下台 再一次 台灣零探牌 依娜有未來 依娜有未來 張子晉下台 所以我們有一個衝破黑霾 再現藍天白雲的精采的儀式 謝謝 我衝5 4 3 2 你沒有喊口號再衝破 台灣零探牌 依娜有未來 找回我們的藍天白雲 好 台灣零探牌 依娜有未來 張子晉下台 找回我們的藍天白雲 倒數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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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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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們的有人在 欸 真的欸 為什麼 啊 我知道 因為底下的話是點著的 謝謝 所以 那是點著的 好 哈哈 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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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欸 等一下 拿一手手牌好了 三種 三種 拿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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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先嘗你們這個活動 要自己 來來來 來 我來 幫你 拿手牌 你有拍嗎 好 我也來看 好 我來看 好 你們看我去啊 這邊 看我去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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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哈 好 小哈 那 我們先開完 我們先開完 2 4 4 4 5 5 5 6 5 7 6 9 15 8 9 我們先請葉醫師 還是請各位先發言 我們先請各位發言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要來公佈 這個1月到3月的PM2.5 就是很報復性的爆發的就是惡化 那我們先請我們這次的 我們有30個主辦協辦跟共同協辦 因為我們南部的高雄的團體 昨天蔡北廠記者會他們很辛苦 沒有辦法上來 可是他們心跟我們在一起 所以我們總共有30個團體稱高雄 那我們台南也會有一群人下去 還有其他的彰化台中跟雲林的火爆 我們現在都來了 我們哪一位先開始發言 我們請 要坐下來嗎 請各位就坐 哪一位 我們剛好是黨隊我們讓他先 好嗎 那再來問一問 好 謝謝 各位記者 我們現場的朋友 還有我們的夥伴 我們現在已經很清楚 現在是氣候緊急的一個時候了 所以全世界從過去1992年一直在很努力的要減碳盤 所以現在目前2050年是一個很多所謂的研究很多運作 認為這個關鍵時期已經有六個國家立法要在2050年零碳盤 也有非常多的國家已經進入在討論要怎麼樣讓他在2050年可以零碳盤 那我們的國家呢 我們也有在討論 而且溫檢法本來在今年3月就要版本要送到行政院 結果現在目前淹當了 而且這裡面最重要的我們的副總統說 2050年的零戰牌應該要內陸討論 而從李遠哲到我們目前台灣健康風紀行動聯盟 我們連續的多次的記者會的揭發跟提供相關的資料 那到目前為止我們的溫檢法裡面指示說 要看看要不要淹入討論沒有確定的騎乘 那這樣的情況根本就不符合現在的環境的需要 跟我們國家未來進入跟世界結合在一起的運作模式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的環保組長實在是不適任應該下台 謝謝 所以我們今天要指出十大罪狀 那這是我們楊老師的痛恨的 就是這個堅嘆的重要的2050的林蔡白騎乘 跳跳再來 那我們請台中大杜師山改善空屋協會的我們的瑞醫師 謝謝 各位夥伴 然後理事長 各位記者先生小姐朋友大家早安 身為一個醫師一個社區醫師 預防剩餘治療呢 是小弟行醫生癌中最常跟病人說的一句話 針對新冠肺炎COVID-19 政府尤其是衛福部 超前部署預防剩餘治療 防守的有真有色深得人民的肯定 但是針對空屋影響健康 政府尤其是環保署代呼職守 沒有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辦任數百萬的中南部人民 身陷在疑犯肺炎的公衛危機之中 2019年國衛院台大陽明中心大學的研究 發表在國際期刊告訴我們 很明白的告訴我們 高頻地區的人民疑犯肺炎的機率 是是北北基桃園的15倍 兩年過去了 台灣南部依然是空屋重災區 是台灣空屋的第一名 今天是語言節 我們不開玩笑 希望政府拿出預防新冠肺炎 COVID-19超前部署的精神 不要便宜行事 活動一頭 腳痛一腳 血足四屢 應全面審視 配合綠能發展 產業轉型 衝衝衝 加速早日解決台灣中南部的空屋問題 謝謝 好 這是我們的第二大罪狀 我們現在請 吳慧君主任 彰化環保聯盟 提出第三大罪狀 謝謝 中南部居民真的很辛苦 我們有看到能源局的統計資料 2020 就是去年工業部門的用電消費 還是佔了60% 所以他們用了非常多我們的電 而且每年用電量還在增加 那中南部大家都知道很多工業都是集中在中南部 那我們中南部居民不只長期要承受這些高燃工業排放出來的廢氣之外 我們還要吸發電 用燃煤發電給它的使用的這個電力所產生的汙染 其實真的非常不公平 他們卻可以享有非常便宜的工業用電 把這些健康風險的成本轉嫁給我們中南部的居民 其實真的這樣的企業或這樣的政府 其實是真的非常可惡的 他們覺得工業電價一定要調漲 就是企業才有可能去提升它的能源效率 跟積極的做節能 台灣真的很小 土地資源非常非常有限 雖然目前民進黨非常積極在推動再生能源 想要取代這個燃煤發電 但其實我們已經看到非常多再生能源跟生態環境土地的衝突 因為我們台灣土地很小 已經很難得保存了目前大家看到很珍貴的一些生態的環境 但如果我們這樣子毫無節制的開源發電 要給這些工業使用 而且又非常便宜的 用非常廉價的方式 要給這些工業讓他們賺更多的錢 但是犧牲的是我們台灣的土地 我們的呼吸權 我們兒童的生命權 人權 覺得這樣真的非常不公平 如果我們還是一直用這樣的方式 覺得要不斷的開源 其實我覺得戰生能源要完全取代燃煤發電是非常困難的 那加上現在國外其實有非常多的研究 都有提到說氣候變遷的影響 風速有減弱 進風日增加的一個狀況 會導致污染擴散不易 然後其實環保署也有委辦這樣的統計調查 也發現西半部的風速是有逐漸減弱的 那進風日也理想增加 國外因為氣候變遷有這樣的影響 台灣其實本身也開始遇到這樣的狀況 那進風日天數頻率增加 表示我們的污染也是更不容易擴散 所以可以想見未來空污日的狀況一定是越來越多 而且絕對是越來越嚴重 所以能源不只要節流 而且空污防治的手段一定要更積極 我們才會覺得有效果 因為又加上氣候變遷的影響 像今年空污突然非常嚴重 我們又沒下雨 然後可能也受到氣候條件的影響 這些都是氣候變遷造成的 所以以目前環保署的防治的手段 我們是完全沒有感受到任何的效果 那去年環保署居然還提出要調降工業 這個空污費的修正草案 真的非常誇張 那當時在研商會議上 環保署有承諾說要到中南部開研商會議 因為我們一直認為環保署每次都在台北開會 他根本不曉得中南部軍民的心聲到底是什麼 常常就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決定 讓大家覺得非常誇張的 那到現在也是沒有下輪 那其實張子敬署長 是我們近年來遇到最不願意溝通的環保署長 過去其實環保署都有固定到各個地區召開這個 討論跟環保團體有個座談會 就是去真的去下鄉來聽看看這些中南部的居民 或是環境議題比較惡化的地區 到底遇到哪些環境的議題 能夠一起做什麼讓大家有感的 那張子敬署長上任之後 其實這樣的溝通完全沒有 甚至有很多的像這樣的 像當時承諾要到中南部召開的一張會議 到現在也是沒有下輪 而且今年初非常明顯的空氣無法惡化 大家都感覺到其實都看得出來 就特別特別嚴重 那我們也完全沒有看到環保署有任何的 這個積極的措施 我們完全沒有感受到 那張子敬署長是最不願意溝通的署長 而且他有許多的作為都讓人家覺得 他毫無環境保護的核心的價值 那我們叫做環境保護署長 他既然沒有這個核心價值 他憑什麼站在那個位置 所以我們認為他是非常不適任 應該趕快下台 所以這次的遊行也是有這樣的一個訴求 希望張子敬署長下台 否則我們環境問題是 絕對是會持續惡化 不會有任何改善的 謝謝 好 謝謝 那我們先請我們的雲林的黃雲和老師 來支出他的罪狀 他有兩大罪狀 謝謝 雲林縣長期 雲林縣民長期 吸全台灣最髒的 In terms of PM 2.5 這個最髒的空氣 那憑什麼這樣對待我們雲林縣民 為什麼這樣子 那個全台灣最髒的空氣 我們必須要認得受 然後我們看不到張子敬署長 他有任何的這個措施 任何有效的政策 任何去阻止這個惡化的狀況 還有我們另外一個大罪狀就是 我們一個很大很大的污染炎 這個六青在那邊 除了這個PM以外 他還有所謂的VOC等等 然後也經常公安事件 這個監督不利 政策無效 政府無能 政務官應該負責 應該下台 這是我們鄉親的訴求 那我這邊也要呼籲 我們也有很多雲林縣來的中央官員 也有中央級的這個民代等 那這些人都沒有對雲林縣 這個空氣的污染 這個長期的受害 做出的這個有效的貢獻 或是有效的政策出來 我們也要請他們一起敦促張子敬下台 要提出有效的人的這個政策 要讓有能力的人才出來做 我們這邊這個重要的訴求 就是為雲林縣的鄉親 人民來發生 我們希望中南部 整個中南部 孩子有未來 4月4號 我們也希望 我們大家都站出來 大家站出來 為孩子發生 我們中南部的孩子很可憐 從小很多人很多人都要過敏 如果你去看中南部那個 你就知道這個人很多 尤其是空氣越惡化的地方 那這種就是越多 長期都治療不好的 污染源沒有去除 那就是三天兩頭都要上醫院 上診所 所以我們在這邊也為中南部的孩子 為中南部的健康 中南部所有人的健康發生 我們希望大家4月4號 全部都站出來 北部東部也來支援我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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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現在請台南的 台南市 我們的大名 來跟我們講幾句話 那等一下也順便稍微講一下 我們這一次有 中部跟南部 總共有30個團體站出來 謝謝 台南這邊 非常的遺憾的看到就是 環保署在空污 空污防治基金的分配 是非常不公平的 那造成我們台南市 在空污防治經費上的匱乏 也限了地方的這些 基層環保工作人員 限他們一股意 因為他們一方面又要去取地 然後一方面要做防治 但是沒有經費 可以做這些事情 那第二個就是 防守署在室內空污管理的 這個 法的這個制定 相當的粗糙 而且也是因為缺乏這個經費的配套 所以讓這個列管的對象 這個 承擔了這個空污源頭的 這個大幅的成本 他們 他們排空污賺大錢 但是這些相關的防護的經費 竟然要被這些列管的對象 來這個承擔 這個是完全不符合公平這個原則 那另外一個環保署呢 長期美化這個空污警戒指 那個輕忽了空污所造成的 這種連鎖的傷害 那擴大了這個健保的支出 那又再次的將空污 源頭大戶的成本 轉嫁給廣大的民眾 嚴重文化公平原則 甚至傷害了政府的誠信 動搖了這個國家的安全 那這一次的遊行 我們看到 有很多的團體 陸續的站出來 到目前 截至目前為止 有30個團體 來參與4月4號 這一個遊行 那我們的共同協辦單位呢 有高雄的這個健康空氣行動聯盟之外 還有健康婆婆媽媽高雄團 還有全國教保產業公會 還有呢 台灣國際家庭協會 自行車運動協會 還有台南的環保聯盟 還有呢 這個 台東的這個環保聯盟 還有台灣水資研保育聯盟 還有大渡山改善空污協會 還有雲林縣 台西鄉六清 污染傷害 聯合求償自助會 還有這個雲林的這個 庚林藝術人文生態公安協會 等等 總共已經超過這個三十個單位 要來參與這一次的遊行 那我再次的強調 4月4號是兒童日 應該是兒童快快樂樂 過一個自己節日的一個日子 一個美好的日子 非常令人遺憾的是 我們的父母為了要保護孩子 必須帶著孩子走上街頭 那2021年的4月4號 是我們台灣支持 讓這些兒童的權益 在長期的被侵犯之下 逼得家長要帶著孩子 走上街頭來爭取他們的 基本健康空氣呼吸權 好 謝謝 這個聲音不會被壓抑的 因為這個是非常廣大的 中南部的廣大的人民 家庭孩子的呼喚 那我們4月4號 就是大家到高雄相挺 我們是整個是呼吸共同挺 所以我們就是這一次 不是只有南部人的事情 是全台灣人 而且是這個我們的中部 中章雲受苦的民眾也要站在一起 我們現在請就是拉下來 謝謝我們大家往這邊 因為葉醫師要來跟我們報告 我們台空門這一季 1到3月 就是我們即時的把我們的季報 就是公布出來 我們讓大家知道 這個1到3月 到底台灣的空氣環境 發生了什麼重大的這個事件 我們的環保署有沒有在作為 這個不要以為已經改善了 這個惡化的程度是驚人的 尤其是片2.5 還包括一部分的臭癢 我們謝謝楊哲明博士 他好幾個晚上熬夜 就是要立即的把這個台灣的真實的 今年度過去差不多100天 台灣的孩子呼吸的是什麼樣的空氣 我們要把真相揭露出來 這個是讓大家知道 為什麼4月4號 是我們這麼沉重的孩子要走出來 謝謝 謝謝 感謝 前一個會軍委長和台長 大家這樣說 我想確實我們會公布 今年 PM2.5的 手動和自動的授意 我們早上有公布PM10 但沒有完全公布 今天會公布全部的PM2.5 把PM10的報告 感謝博士 楊哲明博士 掌是3月31號 掌按十二點終生一翔 非受禮就出來 所以博士 這是全世界最快的一個團體 全世界 這是祭報 所以我們就看 電影日 我們這個海報 就是說 它過去 它過去 一年裡面 全球 受新冠肺炎 危害 封城 封市 封院 但是我們台灣 算是陳時中做得很好 所以 累積到目前 10月 我不知道我還算11月嗎 目前沒有啦 一年我40月 但是 我們高見 我們台灣因為公布和氣候 絕對每天已經40月以上 一年死三千萬的不濟 絕對不濟 絕對不濟 絕對不濟實在 但是我想 大家都感謝陳時中和團隊 讓我們全台灣 在過去一年 團結聯合在一起 大家聯合共同 守護 這外頭 讓我們可以自營自在 可以在那裡 去醫院 去什麼都可以 很多 很多 很多相信 還有我們外頭 但是 比這個比較重要的 就是 非傳染性疾病的空運 死了很多人 結果 我想 張子正 看你不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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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不幾個 不幾個 死了很多人 結果 他不出來關心 所以 張子正 我們在去年開始 我們就關心他 很關心他 我們去年發現 他幾個國民黨 在2006年 就開始去做副書籤 國民黨 2006年做副書籤 開始做台電的 常務董事 做到2007年 都做十幾年的常務董事 所以台電的能源轉型 建立那萬 我想 跟他應該很有關係 因為我看他的常務董事 是董經理和董事長 輪流這樣做 但總結是 盤了很多次 盤了幾個 盤了幾個盤了 董事長也盤了 只有他沒有盤了 在2006年7年 2006年到2017年 10年後 影響台電最大就是他 所以 中火沒看煤倉 那久 他跟他也有關係 所以 給他台電 其實能源轉型是失敗的 到目前 到目前 還是失敗的 所以 以前說 電池 也沒有調整 這是沒有節電的誘因 他一直聽說 電池 非常可惜 所以 他是 歸2008年 跟國民黨進行後 還可以留下來 做副司長 做完整貝尼 到這輪 已經做十四年了 所以他開始做好 可以讓藍綠 都可以接受 他 真厲害 所以我覺得 他在做 所以 署長跟副司長 是非常可惜 可以 他在做三個總統 藍綠都可以接受 他跟署長 是不夠的 所以我們 希望 他下台 完全不適合 完全不適合 好 我們來看 這是 新英國的醫學期刊 全世界聯合 來研究 六百五個五十幾個三十幾個 最重要有三個是我們台灣 北中南各一個城市 這是我們台灣參與的研究 這刊在最好的醫學期刊裡面 這如果你說 P2.5 25 意思 日君子 25 25 為各地方 他就有健康校園 25 我們的年君子是10 日君子是25 意思 25以下 你就危害了 這是全球 跟我們台灣的報告 所以 一年 容許多少 2.5 只有3天而已 3天 25 所以我們看經歷 我們要講一講 過去三個月 幾乎 台中 3月 10天 10天 26.6 2月 10天 南投 29 三個月幾乎 10天 貝君 你看你刷的 30 30 不好意思 貝君你反應 你已經說得沒關係 你過去三個月 你當地最分化 孩子當地胚胎 最敏感的時候 你是刷30 平衡的 30 每天喔 這是平均喔 30 世界衛星周期 它是說 25 3天 你是每天 都30 我們如果看 台南 35 醫生 35 35 高雄 35 世界衛星組織 是說 35 而已 啊 台南 也 37 到 10天 10天喔 所以 我們如果看 高零的 台中醫人 大家也不太好 大家便宜也20 也是恐怖 齁 好 所以 剛才在看 人家 40 是台北 兩倍 這就是不公如義 所以 慧俊 晚餐期間 開來台北 這影響 比較大 比較好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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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程度 就更清楚了 台北 差不多15周圍 你看 分林一人 30 35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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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 齁 我們看台南跟高零 兩個 你想想想 第一 齁 台南跟高零 你看 高零還要起床 齁 齁 齁 如果惡化 也是一樣 你想想想 第一 也是高零還要起床 好 我們看南北差距 用手動 他就是自動 法定承認手動 他自動 他沒有承認 手動就是大廟 沒有大廟 你看這張 這張 剛才做的就是 什麼是百散 後面是惡化 偏偏集中在哪裡 集中在 人頭一後 人頭 跟恆春 這些 這些都是人 這些是惡化 後面是今年 哪個是有年 惡化 尤其前進 前進差多少 六點九 維克 立方 三個月 裡面 平均差六點九 維克 立方 北部 台中 以北 改善 所以 中民來說 有改善 台中有改善 一點 所以 我們整體來看 南部惡化 北部改善 南北差距 就在擴大 南北差距 就在擴大 所以 政府唯一承認 他剛剛 這個最準 惡化 就是 建議 張子正 不犯寡 而犯不均 最恐怖 就是 他虧的體 平權 在美國 沒有人 就是被歧視 所以中南部 長期被歧視 他們一直覺得 不可以 會軍的小朋友 在台 在中國發音 在中國發音 就不一樣 這完全沒有公平 我們就破這張 我們剛才說的 平二點 好 平二點 只要破數的報告 三月 裡面 是百分之百惡化 破數 百分之百 五一站改善 五一站 你看 大理 一後 惡化得更明顯 這難 這差距就是越大 齁 我在自己 差有10 10 維克立方便 10.2 11.1 10.9 10 差比古尼 惡化10 維克立方便 10 維克立方便 的概念 是什麼 加到 平二點 年均值 多少 6 6年而已 幾年 幾年是6 三個月畢竟 有的地方 是惡化10 維克立方便 超過 這明顯的失職 幾乎全面惡化 全面 全面 從北到南 不算到 百分之百 我們看這條算 這剛才說 二十五 維克立方便 只有三天 你看 全部都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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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們看二十 我們有說 批驗石 但是不算了 所以這批驗石 社會衛星組織 一年只能三天 超過五十 維克立方便 只有三天而已 我們看 全部的獸醫 77個 72個 惡化 藝術 高到四趴 高到四趴 六趴改善 改善 改善沒有幾乎 改善也沒有 改善沒有 集中在哪裡 也是集中在哪裡 南道 冰冬 高雄 一樣 PM10跟PM2 一樣 都惡化在中南部 所以 為什麼空氣這麼重要 這不是我說的 這是聯合國 世界衛生 剛才說的 空氣環境 吃的 很重要 我們的玫瑰 不然放在台北 玫瑰 還放在中華 還喝水 吃地下水 這時候 如果說的 影響一生 匯軍營利 這麼好 除了 這不是影響 那時候 胎兒出來的 是影響 他的一生 他這 兒子說兒子 那小孩 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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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看 大家報告 這是中華 來講 這個青年 是 台中科學園區 星星是中華到中華 才拿到那裡 那特別 辣食 那兒子 懷孕期間 你躲在那裡 出來的小孩比較容易氣喘 你小孩如果早期躲在那裡 小孩比較容易氣喘 所以威醫師 你就躲在那裡了 這是台灣的本土報告研究 你躲在那裡比科學元氣更加強迫 科學元氣還躲在其他地方的地方 更加強迫 其他地方的地方是綠色的 所以威醫師 你的小朋友 每天可能要好好保護 所以不論胎兒子跟胰兒子都受很大的影響 好 所以 慧君 慧君 你就懷孕 你輸的空氣不是胰兒子而已 部分 你也胰兒子 我不知道胰兒子是男兒子 不管是男兒子還是女兒子 他同時影響這個胎兒的生殖細胞 他如果是男兒子 就影響拜祂的精蟲 他如果是女兒子可能影響他的卵子 這是同時影響 所以你輸的東西不是影響胎兒 是影響於胎兒的下一代 所以同時三個突入 好 所以我們看現在一個理論 就是 我們剛才有股票 我如果說有胰兒子 很多人是女兒子才影響出來 成人的健康或是疾病 可能源自於胎兒 不知道是什麼 所以成人的疾病 你有胰兒或疼的疾病 不一定是我們成人這樣陰害的 很多是胎兒跟嬰兒跟早期 他就影響了 所以這幾個 所以輝君 你現在你小朋友 胞拜會怎樣 這次要顧婦 家裡也要顧婦 這孩子就會影響他胞拜 所以這是一個 公法 這現在已經是十幾年了 應該很確認 二十年左右 所以我們懷孕期間的時候 胎兒其實就變未來命運 開始變成人的健康 源自於胎兒 那時候就很多都受影響 所以我們看到 它是基因 沒有改變它的基因 但是改變基因的表達和表現 各位輝君 他不一定會改變他的基因 但是會改變他的基因的表達 而且這不好的東西 它可以傳下去 傳代 隔代遺傳 所以原因為什麼我們 我們懷孕在兒童節 他強調 這個兒童 是對這個家庭 對本人 對社會 對國家比較大的影響 如果你如果住在南部 希望他不公不義 這個國家一定要重視 不是把健保給你 給你有保就好了 最好是要預防 所以你如果住在南科 你現在台南 你如果把人生從開始去南科 然後在那裡結婚生兒子 不管你是雜貨工程師 雜貨工程師 如果女婦的話 健康三次 如果女婦的話 至少健康也會影響 就健康兩次 所以在這裡 如果想要去南科 想要去橋頭科學園區 想要去橋頭科學園區 你會好好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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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氣這麼慢 政府如果沒那地方 你會有要把整四人 把你的未來 把你的eking身的未來 放在那裡頭 剛才說的 也許說委員送票 我們這是雷達國 說的喔 小孩如果空氣不好 他的影響什麼 影響什麼 小孩肥膀功能不好 肥炎 當然這個影響肥炎 老婆影響薪資 這很確定 雷達國 世界衛生組織說的 剛才說的早產早逝嬰兒死亡 同時 兒童的癌症 兒童的癌症 另外就是說成人喔 成人的心臟病 縱瘋疼病 所以這已經 世界衛生組織已經認可了 所以不是學說 不是以後會說的 這是世界衛生組織說 你如果讓小孩受罪的空氣 有可能讓兒童癌症 有可能他成人 可能中方 糖尿病 會跟這齊齊相關 所以你如果躲在那裡 你就是讓自己的小孩 危害很大 所以緣和 你也對我做老婆 你在婚姻 不是他們的理 你的小朋友很容易 後來比較容易心臟病 高血要糖尿病 好 所以這最大的不平權是什麼 緣和 像我們一幾年一年說人美 這就是哥倫比亞道學裡面 環境中心的創始人 他的教學說的 他這個教學得到2015年的 第二世界的亨士教 他裡面說 最大的不公平 兒童的正確不公平 最重要的是化石燃料燃燒 最重要的是這個就是燃眉 其中應該就是燃眉最重要的 所以為什麼這幾年一直說 中南部的燃眉也不去 所以這就是威脅 孩子最大的健康 好 威脅 你看 緣和 你現在還要懷疑第二胎嗎 這就是懷孕期間 他就種下 歐拜未來明明 幾乎兩層 兩層喔 出息後 到十二歲 降一半 就是你的人生一半 其實在十二歲以前就決定了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兒童前這天 要拜託政黨安關心中南部和北部 這裡不公平 這裡不公平 這醫療影響會 我們這時候沒有運動 有部分 飲食不好 吃什麼都會影響 但是最重要是十二歲以前 我們的國高的主人 後來這個家庭 最重要是靠這些孩子 我們要讓他們好環境 源自於十二歲以前兒童進行 如果兒童的健康 這個家庭就健康 這個社會就健康 這個國高才有希望 才有未來 所以為什麼我們這樣講 如果我們看這張 有很多慢性疾病 如果早期 你如果避免它減少 最有效 在泰爾時期就保護 如果你如果出來又沒辦法 你還可以逃離 就是大明 就由台南散去台東 這是從年的做法 從年的做法 所以台南的房價工的起床 我想大家要審慎 起床是起床 但是我們的生命 如果那個會早摔會早市 這是非常痛苦的 所以早早的 早期減少空污 減少不入 晚期它的效果就比較不好 所以 在這裡 如果南部空氣不好 你要把你的一生 不要去那裡 可能大家都要審慎 好 所以這張 這張就是 建議時我們任的張子正 12年 14年 2006到建議 大家房伯社做那些 副委副室長和署長 結果 南北差距擴大 沒理解說 拼二重 南北差距 再度恶化 所以這是不公不義的事情 但是你如果說照台北來說也不好 P2.2也是惡化特殊的受益 P2.2是77戰全面惡化 所以對台北也不好 對中南部當然都不好 所以你看看 他說我們台灣一直在抗議 他的標準是太寬鬆 他說沒有 我們跟歐盟一樣 他一直跟歐盟一樣 我們就很老了 我們就一定在抗家 陳思聰說 你這塊的 你這塊的 這塊是什麼 如果台灣的防疫 剛才歐盟一樣 跌就倒了 剛才跟英國一樣 你就倒了 是不是 對嗎 當中也說 我台積電 歐盟一樣 我也倒了 所以這種老在家的人 台灣的環境 台灣的氣候 台灣的空氣 一定沒有希望有一天會改善 我們看他14年裡面做什麼事情 沒有特別看就做什麼事情 賣的事情 反正我做不少 可能 我們看到是做很多賣的事情 所以我們在這裡 這次最強的措施 如果2021年 是全球氣候的覺醒和行動年的時候 如果從今年開始 我們要達到2050年台灣建營戰牌 如果我們在這個遊行的前世 我們希望政府要聽到 為了中南部的人民 為了全台灣的人民 我們如果沒有把這個所長換掉的時候 我們的騙子給予就越來越壞 我們的孩子就一直越來越沒有政政力 所以在這裡 為了氣候 為了台灣 所以蘇貞昌公用很好 氣候 不是環保議題 不是經濟議題 它是生存的問題 是這個家庭的生存問題 是這個社會的生存問題 是這個國家的生存問題 所以如果我們小孩小朋友在台兒 小朋友在救兒十二歲以前 到底大肚山 到底六青 到底婚林 到底台南 台南科學人士 事實在拜託 台灣不會有未來 所以在這裡 兒童節前世 拜託全台灣 共同關心我們台灣的兒童的健康 拜託大家 共同歲數 大家站出來 全台灣 高雄的問題 就是台灣的問題 高雄的健康探牌 台灣的健康探牌 所以 4月4日 兒童日 大家為孩子的健康而走 為全台灣人民的健康而走 感謝 不好意思 我要問一下 記者 我意思 沒有 他今天那個 西京大學的問題 很好的 會心力為何 會心力為何 影響力很大 影響力很大 沒有你跟他講 影經據點 那都是世界衛生組織說的 特殊你要說的 所以你的胎兒 魏醫師 你的小朋友也會小 我請問一下 PM205沒有罪病 越低越 沒有安全 臭氧有沒有安全 沒有 也沒有安全 越低越好 台灣的40PP 本土研究 依應證明 我看 我記得是有一個研究 就是說 小孩子如果 從小讓他在泥土裡面 接觸一些 自然間的一些病毒細菌 其實對他的免疫發展是好的 如果你把他養在溫室裡面 是差的 所以如果 這些 六大通膚的 因子 包括說 滅氧、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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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 如果接觸一點點 會不會說 提到他的人 給強烈 你這次我沒辦法給你回答 所以 因為這個沒有做適當的 我沒辦法回答 但是我看 江南大 他本身就有一個背景值 他都會分說 江南大是溫氧的時候 他發作是人為產生的 你就是沒有人為產生 也是有背景值 所以背景值 本身你就已經可以接觸 你就是沒有人為 就像我們的成縣大門 放在台東 他在台東 他都在台東 幾乎 他也沒有站在樓下 也沒有你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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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但是有沒有背景值 一定有背景值 一定有背景值 所以我不知道 你的背景值 大家就是 也許 會刺激一下 我沒辦法回答 因為我們現在跟他們說 有多少科學 有多少報導 人這樣說 那時候會對 不對 我也不會說一定會對 我也不會說 洗起來衛生組織 一定會對 我也不會這樣說 我也不會說 加拿大官方的報告 一定會對 我也不會 但是就是說 剛才你說的 但是我相信 這個東西 今天很多時間都證明 越低越好 而且它在低濃度 它是有健康效應的 非常確定 跟今天我們說的 在全球652個城市 城市 這是分散的東西 不是單一而已 這已經證明 在世界衛生組織的 概念以下 它對有健康效應 這是共同的結論 所以我想 安全值一定是 比世界衛生組織更低 但是更低得更低 我沒辦法回答這個問題 不好意思 我也可以從生態的角度來說 這件事情 如果是我們過去的生態環境 沒有的東西 你現在額外加進來 這個空氣污染 就是我們人為的刀煤 所有的工業發展都才產生 這樣的一個新的東西加進來 一定會影響我們原來的生態的整個運作方式 那一定會造成後遺症 那這個後遺症 要剛剛說能夠解決的問題 用生理的調適 這個問題 那是比較少能夠適應的 要能夠適應的 只要一代一代的 要選擇淘汰的演化式 那這個問題就是什麼 就會對我們的身體的健康 這一代的人 我們要以一個人當單位來說 這個影響就會非常不大 我們四個小時再講 我們再講也好 我要講 對 我要拿這一張 我什麼 你有沒有說 什麼沒辦法 我沒辦法 我拿這一張 我拿這一張 請給我剋血好嗎 我竟然很厭惱 我這麼白空沒有什麼 我真的很想跳 我很想跟什麼講 你知道嗎 張子靜 我不想叫你署長 你根本不配當署長 這麼久了 你現在蘇貞長以服役 我跟你講張子靜 你搖走在國民黨民進黨中間 這麼好 到現在還生存著 還當了台電12年的常務董事 當我這個媽媽知道的時候 我非常的驚訝 且憤怒 到現在你還不下台 如果民進黨沒有人選招 叫張秉潔出來當署長 張秉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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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出來當嘛 他很願意跟人溝通啊 為什麼要叫張秉潔 教授出來當呢 然後你為什麼 然後還有一點 張子靜我覺得他最過分的是能處理 當人民有訴求 有意見 有跟你不同的看法的時候 我這個人最可憐的 我爸爸講 叫張秉潔 不講話 然後聽一下小尾卡 台語的 小尾卡 就是 我沒在擦 小尾卡 不要擦到廟棄 我就點點不講話就好了 不要講話 因為我是 我是真正的台灣人 我爸爸的台語 小語說得最好 我希望他不要叫小尾卡 小尾卡 小尾卡 我希望有很多台語老師 去翻一下 我老馬屁股怎麼想 小尾卡 不要擦到你 然後蘇貞昌院長 我懇求你 拜託你 出來處理這件事情 因為 有史以來 最不適量的環保署署長 不要憲民進黨於不義好不好 不要 不要讓民進黨看台 好不好 你油仔在政治界 這麼滑油就像土塞 你是土塞 你知道嗎 土塞都沒什麼 土塞在湖水裡面 只有滑油抓來抓去 土塞是什麼 在大黑水溝裡面 能夠變很大隻的 你就像一隻台灣環保署裡面 最可怕的土塞 土塞你知道嗎 大隻的 而且 你是不是要叫土塞 你的土塞 只能夠在黑水中生存 它乾淨的時候還會死掉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對 我們很困難 我做到裡面 是 是不是 現在 對 你 現在 他 他 你 有 我 他 你